這輩子就要保護澳洲新車的安全 由二位車開始 這行處理的工作 人家的保護人員警察局就配合全國 同步這行一項選擇活動 拿車面上要注意這項新的法規 為何本身的安全 你好你好 我們今天叫阿嬤仔二位車開始 對這個攝影車 拚無視安全帶來處罰了 你看你這個不合 你看你不合得了嗎 這個危險咧 你知道嗎 了解了解 了解這個安全問題 阿嬤仔二位車要處理喔 好 在選項的現場 交通隊還有保護阿嬤 給民眾參觀 隨便後座無限安全帶的危險性 剛剛影片當中 一部車子裡面有四個人 後座一個乘客沒有矽安全帶 那在高速撞擊之下 他的頭就變成凶器 前後左右的撞擊造成四人 車上四個人都死亡的結果 所以說後座沒有矽安全帶 是非常嚴重的 很多民眾看完阿嬤之後 才知道後座無限安全帶 竟然有這麼大的危險性 我看到阿嬤說 這 澳洲的安全帶真的有重要 沒有下 不知道說有這麼大的 最夢 這樣 我們看我們要學這個習慣 明天才開始 今天待會兒 就要親切給他 哄起來了 婚禮官今天 香港警察公警察公司 飛燒也知道 澳洲無限安全帶的事故 希望率 結束3百元 所以民眾應該擁有 車車到下安全帶的習慣 造勢的最主要原因是 酒後開車 超速或闖紅燈 等等這些原因 但是這樣 但是後座的乘客 後座的乘客 沒有矽安全帶 根據警政署的調查 未避安全帶 他的造勢車禍的死亡率比避安全帶要高出3.6倍 3.6倍